为科罗达多州博尔德市的天堡格兰丁学校的学生是典型的青少年 同时也是自闭症患者 帕克说这病对他还是有些好处的 有趣的思维过程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样只是想出很基本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而坏处是很容易发生消化系统不适和焦虑 在社交上和人讲话时要难得多 总体来说是这样 帕克说饮食上的变化改进了他的健康和心情 我觉得在脾气暴躁以及性格倔强和喜欢争论方面 我觉得有些改进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觉帕克的情况与某种现象有关 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萨基斯·马兹曼尼安说 人们所吃的食物影响着存在于消化道里的数万亿的益生菌 包括脆弱尼杆菌 是若宁感菌减少焦虑类的行为 减少重复式的行为 并改善交流沟通 马兹曼尼安说 给有自闭症的小鼠 为食那种微生物能改善他们的肠道健康 并且基本上消除了小鼠的焦虑症 他说这项实验对人类自闭症患者有深入的意义 至少在自闭症研究对象的一个亚群里 自闭也许不仅是大脑的一种疾病 可能肠道也是引起自闭行为的因素 如果你能解决肠胃道的症状 你就有可能改善行为 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罗莎·克拉兹·毛尼克·布朗 正在从人类自闭症研究中 发现类似的线索 大多数在自闭症儿童肠道里 做实验寻找微生物的研究人员 是在找病原体 而我们不找病原体 我们研究的是 这些孩子是否缺少好的微生物 而这正是我们发现的结果 他的实验室发现 和一般孩子相比 自闭症儿童的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不够 他的同事怀疑原因是现代生活方式 包括吃加工食品和过度使用抗生素 自闭症儿童医疗史中的一处主要不同在于 他们比一般孩子多接触到两到三倍的口服抗生素 所有这些研究者认为 在消化系统 微生物和自闭症之间的关联性方面 还有很多疑团需要解决 但是他们相信 他们正走在一条前景光明的大路上 他们的发现也许还可以帮助人们 应对其他情绪失调症状 包括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BOA卫视 施德伦丹佛报道